前两天我的后台收到了两个关于文竹的留言 说他们家这文竹啊黄叶子烂根了等等等等吧 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下了 这正好我们家留两个就说一说 这文竹出现上面说的这两种情况 无非就是下面这三项没有做到位 第一项就是水分 文竹这个东西它不是那么需要水分的 你看着它这个叶子非常的小 它这水的蒸腾拉力就没有那么的强 而且它下面有一条非常非常深的非常非常粗的主根 往往这种植物它的耐看能力是相当强的 你看这盆上面这水苔已经干了 这文竹还长得好好的呢 这盆我大概是半个月前浇的水 现在依然很好 相反如果你的水多了会出现什么样子呢 就是它的叶子大面积发黄 非常非常可怕 这些叶子没办法就只能减掉 第二点就是肥料 文竹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它不像月经的似的那么馋啊 每个月都有施肥 差不多盯到一两个月 给它一次肥料就够了 而且每次施肥的时候呢 用薄肥 用这种磷酸二星甲 用它的一半的剂量给它用 就可以 一半的剂量给它用 如果肥大了肥浓了 马上就完蛋 而且这种完蛋是没有可逆性的 一次性就全完了 第三点就是光照 好些人觉得万物生长靠太阳啊 但是文竹这个东西 它是半阴生的 它真的不太喜欢太阳 你最好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客厅里 客厅很明亮 但是没有直射光 有大量的散射光 这种光线对它就足够了 如果你要把它放在外的室外 用员工曝晒的话 不出一两天 上面的叶子全都黄了 最后要说的是 文竹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 新手和小白玩的一种植物 因为它样子比较可爱 而且非常好养护 更关键的是 它跟任何一种盆器搭配 都能做出一个盆景的效果 可以算是一种廉价的盆景的啊 这就是关于文竹的三个养护技巧 觉得还不错 请在下面给我点个赞 更多的视频点击点关注 这样每次做出来新的 都能第一时间推到您那儿 感谢今天的工厂 我是坑哥 带你们玩花卉